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他的风格就是后手就是主动挑起战斗的 比较猛的那种 是吧 然后对布局还比较有研究 吴可欣应该是在去年的全球少年赛上 刚出道 对 刚出道 然后一举也是夺得了象棋大师称号 是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最近的浙江女队在金海英 金海英特级大师的带领下好像风风火火的 女子选手出了不少 是是是 包括他们还有比较好的 陈清廷 陈清廷 还有唐思南 唐思南 好几个小女孩都很厉害 很多很多 OK 来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黑方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黑方以右正马应对飞翅 是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开机 对对 右正马应该来说也是黑方有把想布局导向那个复杂化的这个想法 就是战线比较漫长那种 对对对对 当然 除了这个右正马呢 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 比较常见的有什么足七进一之类的 接下来呢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然后野马八进七 什么马二进四 OK 然后飞翅 飞翅 这样就双方比较 缓慢了 缓慢 对对对对 顺向逆向 是是是 那当然我们其他朋友好像最常见的还有比较 比较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是吧 炮八平五 对 炮八平五也是一个应该来说比较积极的下法 对 这也是一直以来其他朋友比较 比较喜欢下的 可能我们的业余期 我们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下法 比较高手们 现在特级大师们流行的炮兵四 炮兵四 对对对 是 OK 我们看实战 马八二进三 红旗 冰三进一 红旗选择了冰三进一 这部棋 从实战来看 我估计是 陈信玲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 对 其实这部棋 如果红方按正常的下法 挺冰至马 对 好像是应该看上去 冰七进一更舒服一点 这样的话 我估计 吴可行就有可能会炮八瓶 左中炮 左中炮 那 蒋大师 这个交换完再还左中炮 和没交换再还左中炮 什么区别 这个呢 其实过话跟我们的实战相比 实战是拱了这个兵 它也是炮八瓶 我现在就试着摆下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倘若这样的话 它马二进三 不想是什么样的变化 它马八进七 我放G平二 G一平二 这样它会出G九平八 这样假如说你封上它的话 它有可能会拱足 或者是它会把这个打了 对 好像我那会儿学习的时候 炮二进七更好一点 对 有这么一路比较经典的变化 是是是 为什么因为你的冰漆 冰漆精一拱起来了 对 本来特别想上这马八进七 是 但是按常理来说 我们是不愿意拿这个 一步炮换这没走的马 没走的马 对 但是呢因为有比较 在这个特定的局面下 对特定的机关下 换了之后呢 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换了之后七九平八 它吃了 然后再出 对 然后红方再封过去 再封过去 这样 这样呢黑方的便宜在哪 这样的话黑方就 因为过话这个七组 随时可以拱 所以说 拱过来也有马七斤六 威胁着红炮 就反正这边是个五根 对是个五根 这个战线也比较漫长 对对 我们来回过头来看 是 这个变化我估计也是 无可心想选择的变化 对 它想 肯定是想让它 还原了 是 因为从实战来看 就是说 当红方拱了兵三进一拱 这个兵的时候 黑方也选择了这个 其实这部棋应该说 有点疑问手 是不是有点生硬了 有点生硬了 对对 我也觉得它 比如说按老办法 解决新问题 这个不太适用 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些 就业余期有容易犯的 这个问题 它感觉 我这个中炮 就是放着中炮架码炮 就是比较喜欢的下法 有些人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也得根据 特定的局面来 当对手 如果已经转换阵型了 我们也不能中炮架码炮了 对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比说我们第一步 向三进五 好多奇迷朋友 都是喜欢顺手 泡二平 泡二平 这是大家比较忌讳的 一个开局 为什么呢 人家飞三项 本来不起眼 你泡二平五一环 容易变成 很正常的一个 先手屏风板 对对对 这样先手 肯定就便宜更大一些 对 所以呢 奇谱上呢 给我告诉我们 泡八平五 可能更符合道理一些 是是 来 其实像这个棋 可能还是走足三进一 这样比较稳 就马二进三 向七进五 这样变成顺向了 对 双方比较稳 所以说他走这步棋 还是比较强硬 吴可欣也显示出 这年轻骑手冲劲 往前冲的 尽头比较足 至于说为什么强硬呢 我们就看实战 就能看得出来了 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拘一平二 组五进一了 组五进一了 这首就是跟区别就出来了 刚才说冰七进一 冰三进一的区别 这首假如说 你还拘九平八出来 我封上之后 我这个冰已经 把你这个组给制住了 对 这样呢 这个冰就显得非常有力量 对 这样这块的封锁 太严重了 是 这样的话 鸿方就占优了 鸿方占优了 所以黑鸡到这块 又不肯拘九平八了 对 他又不肯拘九平八了 想了半天 直接组五进一出了 他又直接组五进一了 但是呢 面对着鸿方这个飞向 这个阵型啊 比较结实的这个阵型 对 这个显得 有点鲁莽了 有点鲁莽 好像是有点鲁莽 那我们看看这个号手 这个吴可信有多大的力量 对 足五进一 马白天七 马白天七跳 红方走得也非常正 对 堂堂正正 对对对 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就直接往上冲了 对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叫架马炮开拳 对对对 也叫盘头马 是 他的主攻目标就是中路 中路 但是中路比较后 现在 对对 马三进五跳 鸿九进一 这个陈姓林啊 陈姓林是广东现在的二台是吧 广东二台 他今年还在那个就是相甲联赛当中 个人胜率榜排名第二 在所有的棋手当中排名第二 应该说为最后广东队获得那个女子相甲冠军 立下了汉马功劳 对 他的搭档是陈丽纯 陈丽纯也是在这两年呢 成绩非常显著 代表了广 带领了广东队的各位的选手嘛 也取得了很多的前六名前三名啊 对对 这次呢 在最后一轮发挥很出色 然后反超了咱们北京队啊 是 也是祝贺广东队夺冠 其实呢 他们获得这样的成绩啊 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啊 像陈姓林不仅在联赛中下的这么 他这两年的个人赛也都进入了前三名 连续两年进入前三名 是吧 因为广东队的气氛本身也还不错啊 对对 好 组五金一 对 兵五金一拱 拱五金三打过来 打掉 红旗 马旗进五 红旗马旗进五 陈姓林的风格 据我所知 我觉得他比较稳 还是偏向于比较扎实的那个 对对对 小女孩比较文静 但是棋呢下的比较稳 比较老道啊 对很老道 像这半棋 他就根据对方的走棋特点 制定了自己就是适合应付对方的特点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看了陈正麟不少的棋下的也挺精彩的 但是由于呢他下的棋因为比较稳的时候多所以战线比较漫长就步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迫于无奈啊就直接给那什么了 应该说这部足气进一也是一部疑问手 哦 因为说我们象棋其实企业我们也注意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出动大子 嗯 我们现在感觉洪峰已经两个G都已经动了一步 接下来G9平等马上要出来了 他是不是赶快应该G1进一了 他赶快动G了 是 在这时候他还动足的话 因为太慢了 对太慢了 那炮2平5行不行 炮2平5也比足气进一好 是吧 炮2平5先不G2平2出来 是是 也是为了出G做准备啊 反正拱足而且这个拱足吧 红旗还有可能会不理是不是啊 暂时可能会不能不理 因为战狗啊 他不可能不理了吗 他如果可以支持 就是其实可以不理 你要拱过来我还踩出来更快了 就是他不是局面上最关键的一步 对对对对 是 所以说疑问手 有一点骂我 对对 足气进一 足气进一 14进五 14进五 你看他没理 没理 拱一进一 再拱 但是这两步机的交换 很显然红旗这部知识更有用 明显划算 对因为他更厚嘛 他早晚解知识 不知识马动不了 是 你不足气进一拱 他可能也要知识 对对 足气进一 好方局九平六 局九平六出局 黑方 局九进一 然后这部走的就 又是 把这里的漏洞就显现出来了 是吧 对 这样想起出局好像有点慢了 对对 这样他就局六进六 是这样啊 这不是好奇是吧 好奇就得冰了 这个多了个足了 对 你必须躲炮 这样他 炮二退一 退 然后他就 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拱过去 白吃一个足 对 这样那个马有点牵制了 黑方还是中间欠齐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战马炮 好像一般的都是 炮二屏股在放 对对对 是是是 应该说他的 布局阶段的初子 是出现了问题 对 整个的一个步调 可能显得有些问题啊 炮二宾七过 炮二宾七 这样他也是没有办法 他先把冰吊住 对 冰吊住 他希望过滑之势啊 或者用炮打出来 对 这样红旗在这个局面下 想了一步好奇啊 对 炮八进三 炮八进三这个棋呢 在我看到这么多棋谱里面 也是对这个盘头麻 一个我觉得挺常用的一个 对对对 是吧 他这部棋走得挺巧 应该说这部就奠定了盛世了 对他就是想炮八平五盖中炮 对 如果你呢 如果你打掉 打掉 我就炮八平五盖江 蒙家你必须飞向 因为我吃着你满了 你飞向我G六腿三 抓死炮 炮死了哈 对 如果你不打拱一个 那那个兵就吃不到 那我兵就保住了 对对对 所以这招走得还算挺巧啊 对对对 挺好 炮八进三 实际上也 黑方四四进五 不一个 十四进五 横方G六腿二 G六腿二 这样兵保住了 兵保住了 黑方G一平二 这样看黑漆这个籽吧 显得有点低 对对 就是没梳展开 空有一个炮在这 对对 有点难受 他走得G六平五 G六平五平 G六平五像三进五 不像 像三进五 冰上瓶死 冰上瓶死 过河兵先保住 这样看上去 黑漆不太好动了 对啊 黑漆不太好动 我接下来 马上兵四进一了 对 这个本来盘头马 应该盘出来的 是啊 但是现在这盘头马 有点窝在那 对 全被对方利用了 唯一一个炮发出来 也被对方利用了 这是黑漆整个一个布局 可能失败的 一个最根源的地方 对 炮五平 红方兵四进一 红方 当然不让了 这样有点尴尬了 对 要兵拱马了 他只能马五进三 马五进三往上跳 马肯定得躲 他又兵七进一 兵七进一拱 这个棋我感觉 实际上可能 实际上是黑猫走了 马三进我 这个可能导致 更快的输了 可能顽强的下巴 还是把炮给吃了 把炮吃了是吧 简化一点什么 简化一点 它就 它拱了 拱了你就 鞠二平三吃掉 吃了拱掉 那你那边的 责怎么出呢 责是比较难出 但是毕竟你 子力以前交换掉一点 可不过这时候 还对着马呢 对着马 就大量对子吧 对 蒋大师的意思 就是说寻求简化 是吧 对对对 寻求简化 争取 但是我觉得红旗 这还是有个病 是亏肯定 黑方还是亏 但是你这样再跳进去 因为从最后来看 它的子力 也配合不了 对 就是有点瞎蹦 有点瞎蹦了 马上进武 对 换掉可能更符合局面精神一点 对 所以我们下棋的时候 有的手也得冷静 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下 怎样把损失降到最低 别回头一亏 就马上就崩溃了 这半期就有点这样 亏的能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象棋本身有它的特色 还有个和气在那等着你 对对 不像围棋式的非胜即负 是 所以慢慢简化还能熬住可能 对对 马上进武 炮二进四 炮二进四 炮二进四就有可能像炮二瓶三 这样压住 对了的话 炮二瓶三应该很便宜的一招戏 对对对 这样黑棋足三进一了 黑棋足三进一 对 他还是想在这个炮上做一点 做一点 是吧 炮八进一 但是没什么用啊 对 他主要炮二进四已经未雨绸缪了 对啊 这个黑棋走的我觉得实在是看不出来 他现在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方向 对 找不到方向了 是 炮八进一 马五退棋退 马五退棋 躲开 从嘴里先捣一下 这样红棋马五进三 马五进三 嗯 要不然他打死局呢是吧 对 要打死局 还有准备马七进六的 马七进六 所以马五 马五进三势在必行 是是是 就像这个红棋能 在这个盘头马 黑方盘头马里面 红方把马盘出去 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样子 对啊 其实这从这个局面来说 就是刚开始 黑方是中炮 架马炮 然后最后被红方非常好的借用了 然后自己的价值有点架马炮一样 对对对对 这平时咱们勤运朋友也容易这样 对 架马炮 然后冲不出去 然后对手蹭蹭蹭蹭 那马盘出去了 对对 所以呢 下这个的时候要小心这方面的问题 是 炮所以打了一下 对 居五推二 嗯 居五推二 这样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走了竹山 这只能过了 只有拱是吧 是 嗯 他说向五进七 向五进七飞了 这样 退八 前马 退八 对 前马退八 这个一定有意思啊 其实把自己的好马 跳到弱马 那什么意思啊 你来看看那什么意思 但是我估计啊 这个局面也是黑方 他不知道走什么了 他不知道走什么了 我也是看出他是不知道走什么的 你看那边那个左鞠 也动不了 九路鞠动不了 炮呢 隔着这也换不了 没地方换 他就是 我估计他现在也想起简化这事 对对 但是这个 这个马又没有地方跳 是 他是不是还是 把鞠开出来好一点呢 鞠开出来过后 他有可能也泡二瓶三 他一看他泡二瓶三 也别扭 那他这样能拦得住人 泡二瓶三吗 嗯 也没办法了 就是啊 是是 所以整体来看 你看红包 应该说 下到这样整体 红包的这些籽啊 看上去非常舒服 然后黑旗的这些籽 看上去比较凌乱 对对 比较憋 是 这样 泡二瓶三 他的鞠九进一 只能保上 这个下的是比较痛苦 对 这样 G五进二 哎 泡七 泡七进二 对了 换了 但是这个换不解决问题啊 是 他这个兵太大了啊 对 这个换不解决问题 这两个马都动不了了 是 然后 黑旗泡二瓶五下了 这个下的也比较勉强啊 实在是不照走 没办法了 实在不照走什么 泡二瓶五 泡二瓶六 红旗这盘旗啊 走的就是非常和旗里啊 每一步旗都是慢慢的推进 对 这也是陈兴林的比较特色的地方 为什么说他比较稳啊 其实小姑娘看着还真不像那个挺稳的那种 对 但是旗练的比较老道 是 我想可能是在这广东队里沾了这个 良好的氛围 对 什么许仙啊 或者是吕老师啊 对 的一个气氛啊 是 然后变得比较扎实 对 是 九二金六 就是没给黑方任何机会 逐一进一 逐一进一 拱 他向七进五 又是非常 先把自己捕后 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 不给任何机会 只要黑七进 第二进五 进到这里 哦 九二进五 对对对 红旗 红旗马三进五 嗯 跳马 黑七 足九进一拱了一个 黑七一看这个也没办法 只能边上再看看 对 这样 马五进七跳 他足九进一 嗯 红旗马七进一 嗯 这样呢 快速突破 对 这样 红旗这子势不可挡了 冰领成下了 这五个子在这带着 加上冰 六个 对对对 太厉害了 立体攻势了 他只能 十五进四 勉强撑一下 对 这样冰四进一 冲 嗯 黑方走了足九平八 嗯 红旗马就非常迅速的就吃了 入局了 辨四平五 对 这样黑棋 嗯 黑棋就认输了 走了一步吗 在这个时候没有说了 因为接下来就马六进四 僵死了 对 所以呢 嗯 这盘棋呢 显示出我们的小将无可信呢 还是下棋呢 缺乏一个 啊 就是像最终这种柔性的局面 缺乏一点那个 计划性 对对对对对 好 观众朋友们 这盘对局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 嗯 欢迎一会儿回来看我们的下一盘对局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另一盘对局 由北京队的刘欢 对阵黑龙江队的王新宇 接下来我们看实战 红七炮二平五 黑棋泡八平五 泡八平五 哎 刘欢是北京队的棋手啊 对 蒋家师对他比较熟悉 是 嗯 平时刘欢呢 在比赛当中 还是采用比较稳的布局比较为主 就好像跳马 飞向 哎 我也是看多一点 对对对 中炮是他比较少选择的走法 对 这个可能是根据临场的这个战略所决定的 战略需求啊 战略需求 因为第一台是北京的唐单对阵王琳娜 对阵王琳娜 这两位棋手 顶尖碰顶尖很难分胜负 按常理来说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刘欢先手对阵王新宇 就是应该说有得分的重担了 对 OK 我们继续看 红方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所以他选的中炮比较积极一点 对 马二进七 居一平二 居九兵八 这个王新宇呢 也继承了这个黑龙江队的这个炮区的这些特色吧 对 也继承了这个黑龙江大砍大砍大砂的这个风格 应该说黑龙江走顺炮也是历来有传统 王老师 就在王嘉良老师的时代 包括后来赵国荣老师的时代 他们都是擅长顺炮 看来小将也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 红旗 马八进七 这也是比较稳正的下法 对 居九瓶四 居九瓶四 红旗 兵七进一 除了这个兵七进一 红旗现在还有多种下法 对啊 有居二进四 居二进四 兵三进一 十六进五 十六进五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此番呢 刘欢兵七进一呢 自然是做了很大的准备肯定是 是 应该说 如果在重大比赛当中 采用这种下法 肯定是平时有研究过的 对 黑棋 居四进三 这部棋比较少见了 应该说是 走的效率有点低 有点偏软 有点偏软 业余棋手里面好像经常看见 对 循合循起来 我先镇手 对 但是这个棋比较积极的下法 应该是居四进五 这个更符合棋的道理 对 因为整个的这个顺炮区 可能还是七路马 是最薄弱的一个环境 红方来说 七路马是最薄弱的地方 对 黑方应该有效地抓住 这个薄弱的地方进攻 这样比较正常的 向西进九 对 向西进九 居四拼三亚 对 这样的红旗居九拼其保住 是 是 这样比如说你将来 动靠什么的 这还是比较积极的下法 马七退五 反正换居 然后你吃完了 他马五退七退回来 对 这样呢 红旗虽然有个变向 但是阵型还是比较结实的 是是 这样双方可战 在这种阵性下 我们那个业语有期 有的时候还容易犯有一种错误 他就会喜欢走居九经二 居九经二 这是我学习的时候 第一个老实上想 我想到的办法 是是是 我特别想要 如果你压进去 我就跑八退一 顺势一退 很舒服 这样的话 就比较舒服 但是假如说他马二斤一 或者走别的棋 我不动 那这步棋就变得效率很低了 对比较尴尬 他自己没法调 你又不能干自己退 对这样的痛苦 所以呢 这个居九经二不是好奇 是是 我们大家还是要认定 这个向西经九是最正的下方 对对对 除此之外 可能炮五瓶四呢 也在考虑 也可以选择 对炮五瓶四 那就给我调形了 这也是比较稳正 但是呢 又有变化 黑棋有可能会将来正马 冲中足变成盘头马 是是 好我们看实战 居四进三 居四进三 然后居二进四 黑棋 炮五瓶四 炮五瓶四 王兴宇同学 王兴宇同学 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棋 对 他这个棋 这两步棋 就居四进三 跟炮五瓶四 很显然都有点 喜欢选择自己的下法 跟自己的下法来 居九瓶八 假如这时候 可能洪梦走居九瓶八的话 就比较符合常理 他没走居九瓶八 他走的是六进五 要是我 我肯定正常的居九瓶八 炮五瓶三 这比较正的下法 那刘欢呢 他肯定是设计了一套 看他想怎么弄吧 十六进五 他想先避开 他可能避开黑方炮以后 炮击式的这个弱点 黑棋正常的跳马 对对对 这样红星马七进八 风居 马七进八 但是这个风居吧 显得有点偏 可能蒋大师是不是这会儿 炮五瓶六 是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炮五瓶六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对对 这样看看他马七进八 行不行 是 黄七进八 王兴宇呢 也还写有点击 击四进二 这是必须走的 准备切双 对因为他必须这个 通过这个手段 否则这个 右击出不来 对 这是解决右击出的最好的办法 击四平二 这样红旗只有冲了 这样吃了 吃了 这样他冲掉 冰淇淋 泡五瓶三 泡五瓶三 巨二瓶七 巨二瓶七 黑旗 巨一进二 巨一进二 对 看上 然后红旗 接着走 黑三瓶一拱 这样黑旗 巨一瓶二 黑旗顺势把走出来 对对 应该说这个局面 黑方还是可以抗衡的 对我觉得这个旗走到现在这样 我觉得红旗没有什么占到特别大的先手 对到便宜 是不是刚才的泡八瓶九 不 刚才的十六进五应该改走泡八瓶九 更舒服啊 十六进五如果改走巨九瓶八 接下来泡八瓶九的话呢 红旗显然说比较明快 两个巨在外面 更简单一点 但既然后面知识了 他可能可以走泡五瓶六 对 泡五瓶六更好 那现在呢 就是说我没看到便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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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巨二推四 往心里走得比较稳 对 对 这样 然后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先 威胁的中兵 对 黑棋补向了吧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对 这样红旗接下来走 红旗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跳 刘欢看他现在不行 别往前进攻了 对 要不然就守住了 对 这样黑棋 现在走的是 G2G2实战 这步棋感觉有点虚 可能还是十四进五 先把自己补后 先补一个 对 其实对军是早晚的事 对军是黑方的权利 对吧 对对对 他这步有点过去 那补个室呢 先把中间补后 因为很显然 这两个码头 是威胁的这个中族 对 你这么一走呢 中边首先是放弃了 对对对 那你将来补个室 还是必要的 对吧 这显示出这个小将 可能还是有点缺乏 耐心和经验 OK G2G2 G2G2 像7进9 像7进9 这样吃了 吃了 它飞了 飞了 灌了 G2进3 G2进3吃 对 这样呢 王兴云可能也是想着 这块能做点文章 先吃个像 先吃个像 这样呢 刘欢 刘欢马刘进五 当然不让了 必须要往里进了 马刘进五 刘欢还是有点那个 往里拼的 对对 就从你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对阵情况来说 对 他也是希望选择复杂 G2平3 这样宏旗 G9平6 先手抓 然后直四 这个时候 刘欢走了一步 非常具有 欺诱惑性的下法 马刺进三 马刺进三 这样黑鞋 我觉得应该 应该走 炮三平一什么的 炮是 在人嘴里叼着 总是难受 对吧 总是难受 肯定要评看 其实这个棋 整体来看 我是这么认为 红旗少一个像 应该说差不多 差不多是吗 红旗是少个像 多两个兵 少像 多两个兵 但是我看黑的 要是我的话 我觉得黑的也能下 比如说他真的勾一个 是吧 是 应该说还是可以下 差不多 你要换了我就打了吗 对 你虽然有俩兵 但是你少一像 也有顾忌 是 是吧 这个棋 黑的是什么 过于乐观了 过于乐观了 临场他走了G307 这是个大楼 这个是个大楼 然后红方 对 马三退伍 这样比较 对对 这个G在嘴里 你又回不去 回去我踩着呢 对 炮又在嘴里 炮丢了 对 对这样 在这个时候 这个漏步太大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年轻骑手 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有的时候在 可能是因为时间紧张 或者是因为吧 本来刚才吃亏 然后一下子 吃了个像 对对对 尤其是跟高手下棋 会兴奋啊 对对 但是这样的漏步 他只能弃子了 弃子 其实这时候 刘芬走得还挺好 他鱼杀这个跑 他吃这个 就简单得子了 也是啊 对对对 他吃这个 鱼杀这个跑 假如说你吃了 我就退回来 那就变成 无需的一个 必胜残棋了 对对对是 这个时候 王显玉走了这个 红棋 然后又马五进三 这等于是吃 吃两个了 这个棋很巧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吃这个 比吃这个好的地方 对 它是因为有个巧手啊 你不能吃鱼 这样的下 是是是 这样应该已经不行了 这个局面应该说是不行了 对对对 后面大家就走了几步 也就不行了 好像是退居 对对他退居 他把试打了 他把试打了 对对对 然后他一落试 他又打 对对对 这应该说 是局面也不行了 对 中关全局呢 这盘棋 显然王显玉走得有点 第一个求稳 对对对 第二个呢 在中间的时候呢 局面也搬回来了 但是缺发经验 还是显得有点年轻啊 对对对 后来在关键时候出了个大漏 对 很可惜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棋局就给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是 是